业务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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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咇妈手硬护好评 轻轻题材或许称妈妈喜爱 儿子你太棒了 怎么说呢 王宝强 刘浩然 联手闯动金 唐云希 她恩三 精彩可期 第三步一确实是全面生卒 坚持挑战不停歇 加进跨界开创服装品牌 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 就是你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都是有挑战的 业务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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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欢迎来到由丽心食品 冠冰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温牛 大家好 我是紫薇 节目的一开始听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海博TV扣端 来获取更多的英式频资讯哦 是的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 对于春节来说呢 大家是充满了期待 这个家人团聚的 和家欢时刻 那除此之外呢 我最期待就是 可以看到电影了 因为听说呢 我们的春节电影档 非常的精彩 哇 真的好期待耶 是 家片不断 有好看的电影像 旁人街探餐啊 夺冠啊 还有九妈 说到我最期待的电影 应该就是 徐征导演的九妈了 讲的是 儿子和妈妈之间的相处之道 相信一定是报效不断 接下来呢 就去首映会的现场 来看一下吧 上周末 有徐征导演并主演的 电影《九妈》 在北京举行首映 活动当天 吴磊 陈卫婷等 众多好友到场 为电影追赠 并从各自的角度 探讨对影片的喜爱 首先我觉得 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部 非常非常就是 非常非常温的 非常感动的一个电影 然后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看到很多 桥转都特别特别有共鸣 尤其是就是 那个 徐徐跟那个 黄梅英老师 争吵那些片段 哎呦 感同身受 那种气和那种无奈 真的是特别有共鸣 然后但是后来 在何姐也知道 真的是特别有感动 然后我真的会带 我妈妈再来看一次 我觉得这是献给 天下所有妈妈的电影 我真是建议 所有人 包括年轻的妈妈 带着孩子 然后孩子带着自己的 都是都来感觉不同 当天徐真妈妈 也是惊喜献身 为徐真加油 现场呢 她不仅拍了片中演员的表现 同时还表示 这是她认为 徐真拍的最棒的一部电影 谢谢亲爱的黄梅英老师 你那么年轻 那么漂亮 你那么辛苦 把一个妈妈演得那么深 太好了 我儿子你太棒了 这么说的 金色的主持人里面是 你也有个错 谢谢亲爱的观众 过来支持我 首先我需要看好的 子凡拍摄这部 关于母子亲情题材的 影片学生感触很深 现场她就坦言 上周末 《唐人街探3》 录演活动在上海举行 刘浩然 王宝强 张俊宁等影片主创 琪琪来到活动的现场 与观众分享影片幕后的故事 在《唐探3》中 王宝强 刘浩然 将前往东京 集结十余位亚洲巨星 共破奇案 作为影片主演 王宝强在现场透露 前两部中 许多让观众疑惑的问题 在第三部中 都能找到答案了 这次就到了东京 我觉得这个推理 可能大家都知道 在东京的相关 它的元素会更丰富一些 而且第三部 确实是全面升级 你看到第三部 一种感觉就是 你会觉得第一部第二部 其实都是为第三部而图点的 我觉得在这里边 会有很多一些观众 能找到自己想 找到这个答案 影片会集了托尼甲 《长泽雅美》 《三部有何》 《前野中信》 林木宝奈美等国际演员 也正是因为这些 实力演员的进行加入 柳浩然表示悲感压力 其实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难 就是这次和外国演员的合作 对 因为其实大家有多看到 我们所有的加盟进来 这些大家非常熟悉的 外国演员 他们真的就是 我觉得是亚洲的巨型 他们在整个亚洲 都非常有影响力 然后像三部有何老师 包括吞云霞老师 然后包括前野中信先生 我像最深的是 和他们一起演戏会压力很大 第三部《唐探家族》 不仅全员回归 而且还有新面孔张军令加入 在影片当中 张军令展现出 她不为人知的一面 首先作为演员来说 我觉得艾莉是一个 让我诠释非常过瘾的角色 是因为她的翻转很大 然后对我来说 她是一个 可以像小孩子一样 然后又可以像女人一样 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虎虎虎的一个存在 熊出没系列第七部电影 熊出没狂野大陆 将于2020年大年初一上映 在最新的系列影片中 改行做上导演的光头墙 为了赢取百万奖金 将与熊大熊二再度携手 一同踏上狂野大陆的 科幻变身之旅 但我的朋友们让我明白了 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与之前的熊出没不同 此次熊出没狂野大陆 将打造一个全新的科幻世界 对场景设定 人物设定 制作水平进行全方位的升级 可以说是科技感 科幻元素 将成为本片的最大亮点 要想在春节期间 来自亲子观影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 今年的熊出没狂野大陆 乐半天综合报道 是的 所以说熊出没狂野大陆 是非常适合在春节期间 亲子观影的一部电影了 那接下来我们的乐半天 就要给大家放送 我们的新春福利 是的 乐半天的官方 微博和微信 就有机会获得动画片 熊出没的电影票 等着大家来索取了 是的 今天继续向大家推荐一部 我们国产的律政题材电视剧 叫做决胜法庭 赶快看一下 法治题材大剧决胜法庭 即将上线播出 昨天该剧主创 在北京举行媒体见面会 决胜法庭讲述了 新时代共和国法律人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依法办案决胜法庭的故事 为了更加贴近金英律师的形象 演员胡静在拍摄前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在进组之前 就看了很多庭审的片段 就往上的 然后因为我的 有一个女朋友是律师 然后还特意跟她咨询了 关于律师 他们的一些特殊的 就是自己的个人喜好啊 什么的 会不会有一些习惯性的 一些生活中的小习惯 觉得对我的创作 这个角色帮助挺大的 决胜法庭以检察官的视角 引领观众感受到 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同时聚集汇集了 余可伟 韩栋 连一鸣等优秀演员的加盟 当天活动现场 身兼导演和主演 双重身份的连一鸣透露 自己首次操刀行业剧 压力非常大 压力肯定有 行业剧嘛 它这个专业性 是非常的严禁的 我觉得它难是难在 它的专业性和戏剧性 如何去平衡 上周末 周冬宇 袁珊珊 王子义等 现身上海出席某活动 相信这些天 大家也都开始 从各地往家奔波 然而在这万家团圆 何家欢乐日子里 周冬宇透露 还有工作安排 春节应该就是 就去拍戏了 都说新年新迹象 在已经到来的2020年 不仅周冬宇 有新的作品要带给大家 袁珊珊 王子义 也有新的作品要播出了 在里面呢 我饰演的是一个发廊的老板娘 对 就是一个非常在酒坊街长大 比较市井的 然后也很仗义 一个很善良的女孩 其实最近是在工作的同时 有做一些新歌 然后年后呢 也会有新的影视作品给大家见面 就是请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期待一下 上周末 一带一路国际电影合作展 全球发布会 即经济厦门影视项目 联合监约仪式 在厦门举行 这次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电影展项目 将抓住中国电影的历史新机遇 利用影视作品的传播优势 来带动地区相关行业的发展 从而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造福地方 同时 借此机会 推动中国影视走向全球 图写思路沿线国家 电影繁荣发展的辉煌篇章 目前为止 整个中国的荧幕数 是全球最大的 那我们中国的电影市场 是全球最大的 那现在我们很多的 国外的同仁 朋友 都是很希望能够来到 中国发展电影产业 那我们也是作为一个 中国以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一个 沟通的一个桥梁 所以我们做了 我们的东南国际影视中心 我们未来也会拍摄很多的 属于我们新时代的 一些电影作品来 乐凡天综合报道 接下来跟他聊到 就是贾青了 其实说到贾青的话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努力突破自我的人 歌手出道之后呢 开始尝试很多的 影视剧的角色 并且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那听说呢 最近呢 又有个新的跨界尝试咯 是的 他跨界到了时装的领域 还成立了自己的时装品牌 很厉害哦 一起来看一下 欢迎大家来到 由力兴时品 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凡天 今天呢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贾青 那贾青欢迎你 那有跟我们 乐乐凡天的观众朋友们 打身招呼吧 娱乐乐凡天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贾青 由贾青参演的电视剧 《了不起的儿科医生》 即将要和观众们见面了 这次在剧中啊 他饰演的是一位 儿科医生 狗家人 这个作品就 因为已经拍摄完毕了 然后就今年 应该是今年了吧 2020年 对 会跟大家见面 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关注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期待 其实呢 回看这些年啊 贾青给观众们塑造过 很多经典的角色形象 在妻子的谎言中 她是励志拼搏的李夏希 看来你不光眼睛有问题 记忆有问题 到了八仙全传里 她则成为了 刁蛮可爱的艳彩 而在天龙八部中 她更是化身为 柔情似水的阿珠 这些贾青塑造过的 荧幕形象 虽千变万化 但都有着相似之处 那就是对认定目标的坚持 这恰恰 这是贾青本人 最明显的特质 就是在你 努力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的艰辛 比如说是阻碍 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应该坚持 然后把每一次的经验 每一次的失败 作为经验 这样累积我觉得 成功必备的吧 我觉得 一定要去做到 去年年末 贾青更是跨界时尚领域 开创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其实我们最初 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看到很多职业装 就是它很单调 就是没有什么设计感 所以我们很想让 就是大概 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的女性 然后在穿职业装的同时 又让人感觉 是非常有时尚感的 在陌生的领域 从零开始 贾青也遭遇了 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其中最令她感到困扰的 就是如何去摸清 消费者的需求 因为其实你要 面对市场的话 你其实是茫然的 你不知道大家 最喜欢什么样的款式 或者是什么样的 一些元素 你只有在 不断地实践中 然后面对市场以后 才知道 大家原来喜欢这样的 如今的贾青 所创立的服装品牌 收获了越来越多 消费者的喜爱 谈及这背后的 整整经历 她也是十分地感慨 不断地坚持 你才有可能会 尝到那一点点 成功的滋味 其实这已经不是 贾青第一次 跨界尝试了 以演员身份 被大家所熟知的 她其实最早 是一名歌手 而从歌手到演员 再到设计师的 二次跨界挑战 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她 这个喜欢迎接挑战 内心坚定的女孩 贾青 因为我是很热爱表演的 当初是歌手出道 然后去拍戏 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 就是你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都是有挑战的 或者是自己 会不断地否定自己 我觉得是 要坚信自己是可以的 然后不断地坚持 根本不要怕旁边的声音 有人说你不行 或者人说你放弃吧 反而是应该 更加激励自己 我觉得内心 自己的内心的坚定 是最重要的 对 乐阪天综合报道 2020年福建省春节联会晚会 乡圣最强大脑 欢笑迎新春 别走开夏节 在广告中的继续回到 由例行食品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阪天 我是温牛 大家好 我是紫薇 自从东南卫视官微 发起福建春晚我来了之后 就陆续收到了 很多网友的视频 他们虽然最后 没能登上福建春晚的舞台 但是在乐阪天 给大家一个展示的机会 接下来请看一段视频 是的 非常精彩 所以也希望大家 能够更多的关注 我们2020年的福建省 春节联欢晚会 既然又到了我们 福建春晚我来的环节了 本环节由谢龙港 康阳旅游度假区赞助播出 说到今年的福建省 春节联欢晚会 有很多的精彩节目 会呈现给大家 接下来带大家先读为快乐 就是我们的 语言类相声表演 最强大脑 来 脑力全开 本环节由谢龙港 康阳旅游度假区赞助播出 福建的和福州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天津的相声演员 刘俊杰 眼前的这位相声演员 就是本次2020年福建省 春节联欢晚会的相声节目 最强大脑的演员之一 刘俊杰老师 此次也是刘俊杰老师 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福建春晚的演出 不知道他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第一次参加我们福建的春晚 而且老早就见着来 有几次就阴索阳叉的 没来成 今天来就特别特别的高兴 我愿意到我们福州来 顺便向我们福建的 向我们福州的朋友们问好 给你们拜点 相声可以说是春节晚会中 不可或缺的语言类节目之一 一个优秀的相声节目 不仅能够给观众打来欢笑 更能让人们在笑声中 感受到现实生活中 不少被大家忽略的细节 此番在福建春晚的舞台上 刘俊杰老师也将与相声表演艺术家 李立山老师 共同演绎相声最强大脑 我们这次用了一个节目叫做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实际是脑筋机转弯 或者智力测验 当然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在于 因为我跟李立山老师 我们两人都是七十岁了 这个七十岁呢 是老龄 不如老龄 很多老龄的朋友们呢 经常不愿意动脑子 实际很不好 实际呢 在这个智力测验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意义 就是说希望老年人动起来 脑子活起来 别给儿女们增加麻烦 别给社会增加负担 应该自己管理好自己 老了嘛 要勤动脑子 要勤动腿 相声扎根于民间 来源于生活 为了能够在福建春晚的舞台上 为观众呈现出一台精彩 诙谐的相声节目 除了在节目的内容上 下足功夫之外 两位相声演员也为表演 注入了不少创新元素 我跟李老师 我们虽然年龄一辈大 但是他是长辈 创作了很多节目 所以在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呢 李老师强调了说 不要光是一个玩笑 不要光是一个猜灯迷 但需要在这样一个节目当中呢 增加一点心意 实际这是李老师提出来的 希望这个节目呈现的时候 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说学逗唱 引人发笑 首次来到福建春晚 与福建的朋友们一起过年的刘俊杰与李丽山老师 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表演 在春节给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欢乐与笑声 因为是春节晚会 我们都全力以赴 另外一个作为演员来讲 他有很大的责任感 一个是我们怕说不落观众 我们心里也有负担 所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使出最大的力量 让观众开心 因为过年了嘛 必须让大家 尤其是想让大家哈得乐 有这么一个心情 让我们一同相约大年初一 在东南卫视开动我们的最强大脑 乐乐奔天 综合报道 又到了立心食品娱乐险微信环节 那昨天问题正确答案呢 就是陈子言在今年的福建省春节 联欢晚会当中演唱歌曲 叫做迎福来 要恭喜以下微博网友 可以获得立心食品提供的 立心冻干大礼包了 恭喜 是的 今天娱乐险微信的问题就是 画面中的人是谁的妈妈 登陆网友的官方微信和微博 把正确答案告诉我们 就有机会获得立心食品 提供的立心冻干大礼包 节目的最后 提醒大家想要获取更多的 音视频资讯 就已登陆影像网站 或者手机下载 海博TV客户端就可获学 是的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明天同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咯 明天见啦 再见